有两位专家进行的新研究认为 马航MH370是被故意劫持并坠落在深海中 其坠海的区域很可能已经浮现 据陆媒报道 一则关于十年前失踪的马航MH370航班的热搜话题再次引发关注 专家声称 最近的一项针对马航的研究认为 若能在一个未经搜索的区域仔细搜索 预计最快十天内就能找到失踪飞机 解开十年来困扰全球航空界的谜团 据红星新闻快科技等陆媒报道称 2014年3月8日马航MH370载有227名乘客和12名机组成员 从吉隆坡起飞前往北京途中失联 至今下落不明 失事原因也未能确定 经过大批专家与各类技术人士进行五年的搜索后 马航正式宣布无法确定该航班失联原因 MH370航班失踪继十年来 一直是航空界最大的谜团之一 一些专业人士对MH370航班的研究一直在进行 近日 关于马航MH370失踪的一项研究 声称有了新的结果 研究人员发现一个未经搜索的区域 他们认为 如果在该区域搜索 预计最快十天就能找到失踪的飞机 专家们也呼吁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当局 以及美国的海洋无限海底勘探公司 应该尽快在此区域展开新一轮搜寻 马航MH370经过十年大量的研究 至今仍未发现飞机残骸 极有极少量的小碎片 被证实来自MH370机体 据悉 这项新的研究 由两位专家联合完成 其中一位世上旅客马尔上 John-Luc Marshang 曾任欧盟委员会航空专案官员 和欧洲航天局研究员 另一位是派翠克布莱利 Patrick Blady 曾是法国空军飞行员 法航机长 拥有44年的航空经验 马尔上和布莱利 告诉英国皇家航空协会说 新搜索区域是基于他们相信 这架飞机是被故意劫持 并坠落在深海中 马尔上将这段航程 描述为令人毛骨悚然的旅程 他认为 这次接机行动 是由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执行的 劫持过程中 MH370的机舱被减压 并且还进行了软迫降 以减少机体分解时产生的碎片 避免残骸被找到 马尔上说 很显然的 除了军方之外 这架飞机是看不见的 此外 MH370的应答机被关闭 而且偏离飞行路径 进行U型转向 因此 不可能是自动驾驶 状态 MH370 在飞行到达泰国 印尼 印度 和马来西亚领空之间的 无人地带 时突然改变方向 至于劫机者的意图 由于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 虽然处于 泰国和印度南部的雷达覆盖范围 但他们不会在乎 马航 MH370航班 于2014年3月8日凌晨 0点41分 从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起飞 前往北京途中失联 机上载有239人 包括154名中国乘客 近十年过去了 飞机至今下落不明 失事原因也一直未能确定 已成为近数十年来 迷航界最大的血案